您不能不知道来看到国际金价狂飙 今天台北银楼业者排告价 冲破万元糕点来到美前1030元 创下历史新天价 而台银黄金存折公告的卖出价 最高涨至每公克2613元 同样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由银楼业者预期将出现一波抛金潮 还有专家推估 金价还可能再继续上涨 但也存在着一些风险考量 银楼老板小心拿出一公斤重的黄金条块 4月时价值230万元 如今三个月过去售价来到270万元 17号台北银楼业者的排告价冲破万元糕点 来到美前1030元 台湾有黄金以来第一次破万的价格 就是因为市场预期 美国联准会降息几率大增 热钱流入黄金避险 国际金价飙升 连带助攻黄金概念股起涨 其中加龙还一度涨停 另外台湾银行黄金存折的公告牌价 17日卖出价最高涨至每公克2613元 也创下历史天价 与一年前同日相比涨幅超过三成 要是准备结婚的新人 原本年初要买金饰 拖到现在再买 恐怕大约要多掏出4万元 业者预期将有一波抛金潮 不过有专家也预测 这可能还不是高点 如何变化美国总统大选 可能是重要关键 肩价狂飙外界评估 长期看涨 不过存放黄金没有利息 该买还是该卖 民众可以多加评估思考 这里杨宗彦王秋明台北报导